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6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节目开始之前 有一件事情先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 那因为今天下午 下午是要去录这个非凡前线百分百的节目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录影时间 是中午的12点半 那有一些价格跟数据 可能会跟收盘有一些不一样 那如果说有造成不方便的地方 还请大家能够见谅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整体台北股市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 当然台北股市是呈现了一个开高之后 逐步震荡走低的一个走势 那到12点半的时候 盘中最低是下跌了 大概99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那为什么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会呈现所谓的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我相信大家今天早上起来 看到这个美国股市的表现 应该都会认为今天的台股 它应该会是一个还不错的表现 但最主要其实有两个原因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谈过 原本这个美股下跌的时候 台股应该要呈现下跌对不对 但是你不让它跌 所以当它该跌的时候 你不让它跌 那该涨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涨幅就很容易收敛 或者是出现这种所谓 开高走低的走势 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则是来自于台积电 今天的一个出息的表现 那当然它完全填息没有错 但整体来讲的话 它在填完息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股价开始出现了 比较明显向下修正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当然有它的一个原因存在 一样我们先 这个别忘了我们先稍后一下 稍后的节目里面 我会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好但回到整个行情的一个架构上面 现阶段其实市场当中讨论最多的 我想是来自于一个议题 就是说到底这个行情 会不会出现所谓的中秋变盘这件事情 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连假的最后 这个中秋连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因此到底会不会出现变盘呢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 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我认为这一次中秋变盘的机会 它其实非常非常的高 那原因在哪边 当然有几个主要的一个主轴 首先我们先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来做观察 之前我们跟大家谈过 这是一个区间的震荡整理走势 那原本是头肩底的架构 应该要往上去做一个公高 好但是在节前开始出现了量能大幅度的萎缩 当然你可以讲说是因为中秋节的关系 但当时我们也跟大家谈到 这个礼拜有非常多有关于指数 或者说是整个国际行情的变数 因此市场原本就会稍微比较观望 但从最近这几件事情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台北股市应该去做 有机会转折这样的一个讯息 它其实都没有去出现转折 例如说像昨天的iPhone 13的推出 对不对 这个应该过往在第四季对于这个大多数的平盖股 或者是供应应该来讲 它应该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推出之后 不论你对于iPhone 13的感想是什么 到底有没有那个价值或者说 没有什么太大亮点什么 我觉得这个我们先不讨论 重点是这个讯息公布出来之后 其实平盖股几乎都没有太大的一个表现 对不对 包括了像是2313的华通 包括了3406的郁金光 包括了3042的经济 这个其实都是标准的平盖股 但是这一次的股价在公布完之后 事实上股价其实都还是表现比较弱势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则是来自于 我们就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季均的扣底 今天是扣底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好 那明天礼拜五是扣底到这 礼拜 礼拜一礼拜二休假 345开始往上扣 但这个地方重点在哪边呢 重点在于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 季线的一个位置 17396它的箭头是呈现往下的 好那箭头呈现往下代表什么 代表这条均线正在往下去做一个下弯的动作 它的箭头方向意思是这样子 好那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投资朋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去稍微切一下 我们用的是 参数是用65 但是你用60我记得结果也是一样 它也是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 下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从17643以后 这个地方有一度因为扣底 这个季线有呈现下弯的一个情形 但是从17643之后 这一波的一个下跌 整个季线 它都是沿路往上去做走高 那也就是因为你的军线是呈现翻扬的 你在那个时间点当中 它才会有呈现这种所谓大跌之后 快速反弹回到原本高点附近 这样的一个走势 好但后续的一个行情 在经过一段时间整理之后 那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下弯 加上说你就扣底的角度来看 除非你在中秋节之后 快速大涨 要不然很难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那当趋势一旦形成的时候 当然对于整体的指数来讲 它就不会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所以我们帮大家简单做一个总结 当然第一个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几个所谓的重大事件 包括了iPhone 13的公布 包括今天台积电的一个填席 事实上它有达到填席 完全填席这样的一个表现 但我记得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其实我也跟大家谈到 我说因为2.75元 对于600多块的一个台积电来讲 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难达到的一个幅度 所以它填席的意义 其实没有过往来这么大 比如说如果你过去一年配8块 配10块钱 你那个今天股价开盘就蒸发了 这个指数就蒸发了80点或100点 那你把那个8块10块把它填回去 它很有意义 但是如果你只有填2块3块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来讲的话 事实上对于整个行情的意义其实就不大 但无论如何它在填席完之后 它不仅仅没有撑在那里 它甚至还转向下跌 所以它对于电子类股的一个拉抬 其实是完全没有达到 任何能够推升电子类股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存在 那加上说量能低迷的关系 以及季线从17643之后 首度转为下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除非在中秋节之后 出现比较明显的反转向上 要不然整个中秋变盘 或者说是行情开始修正 这样的一个态势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明确 所以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无论如何啦 你说老师我要拼那个 几率比较小的中秋变盘往上 也可以 因为行情本来就没有一定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重点是在于说 你既然知道这个行情 中秋之后 它有可能往上或往下 那你是不是要做出 相对应的一个动作 那对于你即便你认为它会往上走的 你对于这个操作上面 我想淘汰弱势股这件事情 不论行情如何 你都应该要做 对不对 那长假的效益 你不用摆太多资金 真的往上大幅度喷出 喷到18034 甚至喷到2万点 你都有空间可以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找低点来做布局 你不用 你没有差在这一两天的时间 你就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但是你要想的重点是说 万一中秋之后 它是变盘往下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把所有的资金都砸在里面 那后续的一个行情 你资金卡住 你就很难翻身 所以这是我们在最近期 为什么会以避险空单为主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大家觉得 夏老师就是死空头 因为我想你如果 看夏老师节目一段时间 我们当初在 这个所谓的 行情从5月份跌下来之后 当时上来那一段 我们做多做的比谁害羞 但现阶段真的不太适合 大家积极去做做多 如果你要做多 你等到中秋节之后 方向明确出来了 证明它是往上的 那个时候你再来做多 我觉得都还来得及 好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能盘面还是有几个重点 要去做注意 首先我们刚刚谈到嘛 就是台积电 今天是完全填息的一个走势 但是填息完之后 你看我做字卡的时候是跌6块钱 从高点到601 它是跌6块钱的一个差距 但实际上呢 你如果从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目前最低点是来到599 607跟599它跌了8块 也就是说今天整个指数 大多数的跌幅啦 都是由台积电来做供应 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面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今天 对不起经济日报的一则 媒体报道的一个讯息 他谈到有一家外资机构 叫做摩根史特利 他看半导体的状况 好那我简单帮大家去做一个 几个重点的整理 第一个马来西亚的封测工厂 在11月份12月份 它的那个产能吃紧的状况 会明显去做改善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他们认为整个马来西亚的疫情会解封啊 大家会想说 老师现在还这么严重 怎么可能会解封 说真的 现在美国 日本 欧洲 他们其实已经 怎么讲 就是反正我疫苗打了嘛 那降低那个发生重症的一个可能性之后 事实上他们的生活都回复到正常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一直这样子 无休止的 封城下去 或者是无休止的这种所谓的管控下去 因为实际上大家都要逃生活嘛 对不对 你不是饿死就是病死 那我相信大多人大多数的人还是可能会选择正常工作啦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11月份12月份会明显解封 所以当封测产能开出来 对于国内的封测股来讲 这会是一个比较利空的消息 为什么 因为过往是马来西亚的封测厂的都停工了嘛 所以他们只好塞来台湾嘛 但是一旦解封是不是代表这些公司 他们接下来的那个订单就不会来这么满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呢 超额下定的PMIC就是 Power Manager就是电源管理IC Modfet 然后跟MCU 微控制处理器 这个部分 他是有overbooking的 好 这个部分呢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谈过嘛 因为我怕得不到单 所以我先 比如说我原本只下1000颗的MCU 好 但是因为现在运送很难嘛 然后你的动不动又要停工那怎么办 我直接下2000颗 或者甚至更多5000颗 好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好像用不到这么多 那我就把它取消 这叫overbooking嘛 就是重复下单 然后重复下单 他就接下来 他就会去做一些取消订单的动作 所以电源管理IC Modfet 跟MCU 这一块 大家可能要稍微比较注意 第三个重点 半导体上行周期将进入尾声 好 那这个部分他提到几个重点 LCD的驱动IC 立机型的记忆体 智慧机的感测 他有库存问题 简单来讲 库存天数往上去做拉伸 这个如果你有去追产业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 现在的库存天数 简单来说 什么叫库存天数 就是我摆在仓库的东西 我可以用多久 比如说 我现在需求很旺 我只要东西一进来仓库 我立刻就用掉 东西一进来我立刻就用掉 那个库存天数当然很少嘛 但是你的库存天数 如果往上升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用量没有这么大 或者你的需求没有那么大 那他代表就是 整体来讲 我天数往上升 代表的就是我的需求 其实没有那么来的强势 好 无论如何 他谈到的是说 金元代工 不再处于短缺 台积电 立基电 这些厂区 这些公司 最快会在今年第四季面临消减 好 那当然有人谈到说 这是成熟制成的 那我们不管 这个东西 当然对于台积电来讲 我说真的 我没有看坏台积电 我没有看坏台积电 但是 简单来讲 因为成熟比重占他不高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这个 这个跟这个 好 那我知道 大家可能会想说 老师外资讲了我们就要听嘛 对不对 对 外资讲的又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他所谈到的东西 或者应该这样子讲 我们之前已经有先告知大家风险 然后他股价跌下来 所以我不是说 我们引用外资的报告 去跟你讲这样的一个行情 而是他的看法 其实跟我们不谋而合啊 所以为什么你会 你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我们之前会去做 天狱的避险空单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为什么他的股价会跌成这样子 从348跌到259.5 谈到319之后 跌到 昨天应该是破底 应该来到203块 这个股价跌回200块钱附近 原因在哪边 原因就在于 我们刚刚所谈到这一块 就是LCD的驱动IC 它其实有过剩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回到这个所谓的 天狱的一个股价 或许今天股价其实跌幅并不算是特别大 但是你看昨天最低点来到203 昨天外资还买超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你看这种股票 我买在这个地方 稍稍拉一点我就出 对不对 我买两天 这个股价只要稍稍拉起来 我就出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 简单来说 我这个地方外资去做买超 或者是反而去做买超 它无非两个因素 第一个我觉得估值很低 就是现在的价格很便宜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买进的因素 第二个我要拿解套 所以大家可能会 就是我们一般投资朋友 我们不会去想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解套就是要等 对不对 就是那个解套发生 但是对于法人来讲 他可以买给你看 让你觉得好像有跌身反弹的机会 他会比较好出货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所以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如果是这个的话 他应该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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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不会出 所以你懂那个差别在哪里了吗 一个是估值低 一个是拉解套 那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 拉解套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好 那除了这个面板驱动IC之外 另外 这个当然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大摩讲什么 面板驱动IC 立基型记忆体 好 所以立基型记忆体的代表股是什么 3006的金豪科 所以金豪科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股价连续性的回档 对不对 今天的价格 有出现反弹 对不对 今天到目前为止是红K 128块 昨天外资也大幅度买超 昨天买超了超过3000张的一个张数 在这个地方 好 但是一样的概念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这里你对上来 你加码 这里买 这里砍出去 这里连买5天 5天6天 拉起来就砍出去 这回到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你觉得这是估值低 还是说他们在拉解套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有时候看那个 反而买卖超其实有时候你不要单纯只看一天两天 因为你会被 那个所谓的短线上面的一个走势影响 但实际上你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 你会发现这个还是一档空方线型的一个个股 他们完全没有出现任何改变 除此之外 我们刚刚还有谈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有这个所谓重复下 MCU对不对 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谈到的是 这个地基型记忆体还有这个233G的望虹 今天股价其实也大概都 维持在平盘附近去做震荡整理 那MCU的一个股价 4919的新唐 当然你可以看到 这个股价其实昨天是创过去这两个月以来的新低 一样你如果就今天的一个价格来看的话 4919的新唐 今天股价是呈现小涨 对不对 但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这个时候 他有所谓的重复下单的问题 重点我觉得还是回推到股价的一个表现 就是整体来讲 他今天的价格还是属于这种 所谓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走势 那原则上 如果你就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做计算的话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阶段的这个扣底在这里 短时间之内 季线或许不会快速下弯 但是他已经破三天了 所以这个有任何谈起来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要站在调节的方向 所以你从这些角度来看 事实上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 现阶段的行情 或者说现阶段的一个股价 他的确有一些比较 风险比较大的地方 那事实上不只是电子类股 包括了航运类股 今天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利多消息 大航商黄金周停航缺仓恶化 因为中国的黄金周是在 这个10月份 10月初的时候 好那有这样的一个利多讯息感觉 股价应该要比较大幅度坦升 对不对 好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航运类股的股价 这个是长荣的股价 目前涨一档对不对 2609的阳明 今天股价就回的幅度稍微比较深一点 原因在哪边 原因在因为他昨天涨的比较多 那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要思考的一个重点是说 你看我们在录影的过程当中 跌幅又开始出现收敛对不对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 你该跌的时候不给他跌 你该涨的时候他就不会涨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撑盘的意义 不是来得这么大 原因是什么 我实在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说 指数跌指数涨 重点是大家手上的个股 是涨的还是跌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重要 但问如何 回到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现阶段的行情 现阶段的行情 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个风险 叫做中秋节之后的一个变盘走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是说变盘就完全没办法做 因为即便你看 最近这几天的行情表现这么弱 还是有持续往上攻击股票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大方向 跟大趋势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概念 是在于说 基本上中秋节之后 行情的变动会比较大 那投资朋友你要有专业的人带你 我觉得操作起来 不敢讲说大获全胜 但至少你可以避开 你该避开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也感谢大家 对于那个夏老师的一个批评跟指教 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讲保守 或讲这个避险操作 一定是不讨袭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觉得给大家正确的想法 跟正确的方向 这个会比你喜不喜欢我 我觉得更重要 但无论如何我要讲的概念是在于说 中秋节了 一样就希望说 大家在中秋之后到农历过年之前 可以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比较专业性的一个操作 看有没有机会去扭转 今年大家可能操作上 不是很顺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因此我们有公司有这个 所谓三重大感恩 不是在新装在三重 二分之一加这个 加这个 那原则上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想要跟着我们去做操作的 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 画面下方的一个服务电话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9月16号的台股最前线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会不在 刹车见 027525868 城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投资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